這個系列應該會叫做 去拍在拍片的路上 這個名稱算是之前那個 建議的在演出路上的系列組 那主要是想說用影像紀錄 每次拍攝的開始前的心情啊 中台以及拍攝後的心得等等的 今天是6月20號 這兩個月也拍了幾部了 今天狀況還行 樓梯很黑 沒想露臉 想露臉拍攝 所以選擇走樓梯 不打電梯這樣 那狀況還OK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裡不知道是哪裡了 好的先去片場 拍完了 結果又是在這很安的樓梯間 今天很順利 然後這個團隊合作了很多很多次 今天才問到他們 他們是一個叫做金毅的 攝影團隊 跟他們合作都蠻放鬆蠻開心的 今天女演員之前有合作過 在對戲跟前男戲的部分都很順暢 對 然後 今天表現還不錯 已經到快到一樓了 在這邊再講一下 今天表現還不錯 那有在多做一些快慢節奏的分配 對 不像之前 之前大多時候會從頭到尾快節奏 我覺得那對觀眾來說 看久也會麻痺 雖然說是一個視覺衝擊 那那個還是快慢調配會比較平均一點 然後 現在 伊地那邊好像也需要緊急救火 但我猜我應該只能去歐比而已 那這就是 在拍片路上的第一集 希望這個系列之後能繼續 繼續做下去 至少 至少可以保留每一場拍攝前後的心得 好 雖然今天參加 今天是6月20 雖然是第二場戲 但沒有 沒有心愛部分 所以當作 也當作是第一集 外面 外面感覺 有點太喜歡 在樓梯 我一樣在樓梯間講好了 首先補充一下下午的戲 最後 我還是講出那個秘密台詞 然後 現場導演 攝影師 全部在那邊忍笑 很棒 最後還有詢問他們說 之後可不可以再講 應該是可以 過幾天再跟他們確認一下 讓他們有心理準備的 剛剛的伊地場 到了之後發現 其實 人夠 人很夠 但是 因為 我的CDC還不夠 所以今天不上 不上場 做 那就 伊地幫我安排一個靈演 然後 也 主要 就當作 當今天來當OB 跟大家聊天的 過程也算蠻開心的啦 對 自己不用下去 所以說是 相對輕鬆很多 大概今天就這樣 拜拜